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如何与国税局打交道 美国政府的裁员主要来自于税收 民众的任何收入都与税收有关 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日常生活 都要与政府的税务部门打交道 美国国会在1913年通过了对宪法第16项的修正案 授权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 目前税务征收的条文有2000多页 可见税收的重要及税收法律的细致也正因如此 美国才拥有庞大的律师和会计师的群体 消费者应该对以下几个问题有所注意 一必须知道每年报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15号 但是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去报税 如果确实无法在4月15号之前报税 应该申请延期报税 申请延期报税的表格是4864表 延期报税的期限为4个月 但是在延期的期限内并不是不缴税 还是要缴纳预估税 如果将来的实税高于预估税 纳税人还必须缴纳差额级利息 二如果在报税过程中自己出现了错误 纳税人可以有三年的时间进行弥补 三如果在报税过程中会计师出现了错误 报税人要自己承担国税局要求补交的税金 会计师承担的只是国税局的处罚 或其他手续方面的费用 但是如果错误是因为纳税人提供不实的数据而引致 会计师将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纳税人应确定每项填写的内容都是正确的 如果出现问题国税局有三年的追溯期 如果国税局证实实际的收入超过报税的收入25% 国税局有六年的追溯期 但是如果报税作假或没有报税 国税局的追溯就没有时间的限制 四国税局查税时该做如何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报税者中只有1%的人 有被国税局查税的机会 国税局审计的目的 第一是要正视报税人所申报的情况 第二要追回可能少报的税 如果报税者使用的是C和F表 被抽查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 报税前应和自己的会计师商量 自己应该准备哪些资料 以便向国税局解释 邓宏律师的中告 纳税人被查税时拥有的权利 在被国税局查税时 纳税人有下列这些权利 一纳税人可以派代表参加 而不需要本人亲自参加 二如事先给查税员通知 纳税人可以拍录全部查税过程 三如果你能证实你曾向国税局查询过 国税局曾给过书面的解答 而你只不过是在落实国税局的建议时出现错误 国税局就不能因此而惩罚纳税人 四国税局在没收你的财产来支付税金时 应有一定的限度 如果国税局官员在收取欠税时不顾法律 故意或恶意伤害到纳税人的利益 纳税人可以到法院状告该名官员及国税局 另外国税局鼓励举报落税的行为 纳税人可以用匿名进行举报 如果用真实的姓名举报 国税局追回漏税之后 会对举报人将进行奖励 奖励金额为追回税金的15% 购买人寿保险常识 在美国购买人寿保险是非常普遍的 所谓人寿保险是指一旦投保人发生意外死亡 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很多拥有子女或房产的民众经常用购买人寿保险这种方法 来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购买人寿保险通常要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一 首先是申请阶段 保险公司对于申请者往往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和认真的调查 如果认为投保者发生意外的风险很大 相应投保的费用也就会高些 如果认为投保者发生意外的风险特别大 如有心脏病也可能拒绝投保者的投保 投保人要注意如下的问题 在申请时要如实回答保险公司所提出的问题 保险公司也会让投保人签署授权书 允许其对投保人的医疗报告及助缘报告进行调查 也会对投保人进行包括验血在内的体检 如果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不实 一旦被发现虽然已经与保险公司签署合约 投保人依然会被拒付 保险公司会采取措施预防欺诈行为 一般保险公司都设有两年自杀期的条款 即在投保之日起的两年之内 如果投保人自杀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保险公司设定自杀期的条款 就是假定投保人可能会以自杀的方式欺诈保费 如果死亡事故是在两年内发生 即使属于意外死亡 保险公司也要进行详细调查 如果查出是自杀 保险公司将不赔偿 二 确定受益人的问题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 受益人分第一顺位的受益人 和第二顺位的受益人 第一顺位的受益人可以不止一个 他们将评分所获得的赔偿额 三 更改受益人 人受保险中更改受益人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应该注意 如果投保人购买的保单是不可撤销的 必须征得原来的受益人同意 才能更改受益人 在夫妻财产为共同财产制的州 在加州结婚期间 双方共同拥有财产和债务 如果配偶一方是受益人 更换其他人作为受益人时 必须征得配偶的同意 保单中的受益人 必须与投保人 有某种利益方面的关系 民众不能为一个 与他本人不相干的人投保 比如不能为某一个名人投保 赌这个名人会死而得到赔偿 因为这是一种违法赌博行为 投保人与受益人在投保前 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因而是违法的 但是如果是生意上的合伙人之间的投保 由于其中有利益上的关系 因此是合法的 邓宏律师的忠告 选择会计师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选择会计师时应该注意如下事项 1.要尽早选择 不要等到4月初才选 2.在与会计师商谈时 要问清楚收费的情况 确定如果发生误报 会计师是否会付国税局的罚金 3.要知道会计师的资历和经验如何 4.自己也要认真准备 不要拿一大堆数据让会计师处理 因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 另外 有时会计师也是按小时收费的 若自己不做好准备 支付会计师的费用会更高 5.如果所找到的会计师 什么也不问 就应该注意 这位会计师对你的报税 可能会粗心大意 6.报税表格寄出之前 应该仔细检查 虽然会由会计师做表 但是责任最终还是由自己承担 第四章 交通与法律 引言 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 经常会出现警察 在高速公路上驱车追捕 嫌疑人的惊险画面 去年2月 在当地时间20号晚上 陆山基地区的几家电视台 就出动直升机 现场直播了这样的一幕 令人惊讶的是 肇事司机的车速最快竟然达到 将近每小时200公里 而五辆警车和12名警察 在追逐将近一个小时后 才以撞车围堵的方式 将肇事者拦截下来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从肇事车司机位置走下来的 竟然是一位刚满18岁的中国留学生 证明周姓学生 事发前不久才刚拿到临时驾照 而驾驶的汽车也还没来得及过户 由于拿到驾照兴奋无比 他就决定带着两个朋友 开着新买的白色宝马出去兜风 展示自己的酷炫车技和蛇行驾驶 而叫人哭笑不得的是 被捕时 小周还天真的询问一旁的 美国NBC电视台记者 警察这样抓我 是不是违反了我的人权 稍后 警方释放了车上的两名乘客 小周也在缴纳保时金之后 获得释放 然而这场闹剧非但没有就此结束 反而愈演愈烈 9月份 这唯一现场直播警车追逐 而在中美名声大造的肇事者小周 在起诉日当天没有出庭 被法官以10万美金悬赏通缉 10月份 小周出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飞往中国的候机厅 想搭机回国一走了之 结果被洛杉矶警方二次逮捕 罪上加罪 在美国 藐视法庭可不是小事 如果当事人对出庭通知置之不理 在出庭日没有及时出现 法院将会增加一项逃庭罪 将原本的违规上升为刑事指控 法官同时会对当事人下达通缉令 这种法官通缉令无时效限制 一旦下达 即同步更新于美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 使得当事人无论从全美哪一个机场出入境 都会立即被警察逮捕扣押 因此留学生朋友或中国游客 来美国因为交通违规或犯罪 而被警察开具法庭通知单后 千万不要置之不理 应当尽快询问有经验的律师 依照法律程序处理 如果当事人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 法庭会指派免费的公面律师 帮助行使其在法律上的正当权利 另外针对国外观光游客 没有时间在美国停留 数月处理案件的情形 加州刑法第977项 也特别允许刑事辩护律师 代表当事人出庭 而不必要求当事人本人亲自处理 事实上不论是来美观光的中国游客 留学生还是华人性移民 每年在美因交通违规 而涉入民事或行事案件的都数不胜数 究竟该如何避免并妥善处理 这一单元就要为读者朋友们详细讲解 如何申请驾驶执照 生活在美国 汽车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大都会地区 更是必须的 拥有汽车及汽车执照 是在美国落地生根的第一步 但是拥有汽车也有连带责任 例如两年前一名来自广东的中国新移民 酒后驾车时失控 月道撞上一面而来的汽车 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但对面的驾车人士却被撞死 后来该名华裔人士被判五年的有期徒刑 由于汽车会引发各类问题 每个州政府都设立了车辆管理局 来管理汽车驾驶执照及汽车注册 一来保证驾驶人士掌握必须的技能 二来保证公路上的汽车都安全 而且驾车人士都购买了相关的汽车保险 以便在发生意外时 当事人和受害者能得到适当的保障 申请驾驶执照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但是州与州之间不尽相同 就年龄而言 一般限制在16岁以上 大部分州都允许14岁到17岁间的青少年驾驶 但是往往需要家长的同意 并且参加学校或政府授权的青少年驾驶课程 在获得驾驶执照之前 申请者必须先通过考核交通法规 等理论内容为主的比试 在加州等中国新移民较多的地区 州政府可以提供中文考试 但是申请者仍必须能够看懂英文的路标 通过比试后 申请人就可以拿到学生训练驾驶执照 可以在拥有驾照的成人陪伴下上路开车 或到驾驶学校接受驾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申请者必须通过路试 才能得到正式的驾照 驾照上也会标明对驾车人士的某些限制 如因视力有问题 驾照上会标注驾车人开车虚戴眼镜 包括隐形眼镜 如果汽车管理局发现申请人是酒醉驾车累犯 吸毒驾车累犯及有驾照被吊销过的记录 他们有权拒绝核发驾照 残障人士的病况影响到驾车的安全 汽车管理局也可以拒绝核发驾照 患有潜在突发性疾病的民众 如阳巅峰及其他类型精神病患者 在没有压力时开车正常 但是一旦犯病就会开车失控 不但危害自己也对他人构成威胁 因此汽车管理局可以拒绝这些人申请驾照 有些州要求医生主动向汽车管理局 报告这些病人的情况 有些州则是在发生问题时 才采取吊销驾照的行动 许多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士 如果不打算开车 但又要证实身份 可以向当地的DMV申请一个ID卡 ID卡上标明了个人的身高 住址等与驾照上一样的个人资料 年长者由于年龄太大 可能会在驾车时发生意外 不仅会伤害自己 也可能会危及他人 不过美国退休人士协会等老人权益团体 一向反对限制老年人的驾车权利 因而大部分州都没有立法限制驾车者的年龄 不过许多州如下维仪州等 将年龄超过65岁的驾车人士的驾照有效期缩短 在签发驾照时 其有效期只有两年 两年以后要重新考试更换驾照 大部分州的做法是发生事故后 吊销一些年龄偏大者的驾照 或让这些老年人为获得驾照重新考试 但是许多老年人再也无法通过考试 邓宏律师的忠告 国际驾照是自欺欺人 很多中国新移民来到美国后 经常使用所谓的国际驾照 实际上在美国签发的国际驾照 是为美国人去海外旅游 或执行公务时驾车所用的 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 认可美国核发的国际驾照 美国国务院授权给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及American Automobile Touring Islands 这两个非盈利机构 对美国民众提供国际驾照的服务 申请者的资格是必须年满18岁 并提供两张照片 一定的费用及有效的美国驾驶执照 许多失去身份的中国新移民 为了生计而开始使用国际驾照 根据1943年的美洲汽车交通法规 及联合国1949年的公路交通公约 公约国的民众如果同时拥有 外国驾照及国际驾照 则可以在美国旅游时合法驾车 但这是针对途经美国 做暂短停留的人 并不适合在美国留学和长期居住的人 然而由于每个州又有自己的规定 所以很多执行公务的警察 不一定知道这样的规定是国际公约 往往会认为没有当地的驾照驾车就是违法 加州法律规定在加州居住超过30天 驾车必须使用加州的驾照 不能用外州或国际驾照 因而在美国本土使用 在美国境内获取到的国际驾照 并没有法律效用 而在海外获取到的国际驾照 亦只能有效使用10天到30天 并不能长期使用 的那种 亦只能有效使用10天